第35,這是體組 已知過氧化氫的水溶液俗稱雙氧水 即過氧化氫溶於水所形成的水溶液 靜安取體積百分濃度10%雙氧水50毫升 進行氧氣的自備 請回答35到37體 第35題是問 在這杯10%雙氧水50毫升溶液中 何者為溶液 並算出此杯溶液中溶液的含量 我們前面有提到過了 我們只要是水溶液 只要是溶於水的 水一定是溶液 而其他的東西叫做溶液 所以這個雙氧水裡面水是溶液 答案是C或豬的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溶液的量有多少 我們的濃度是10% 這個10%是指的是溶液 也就是過氧化氫的含量有10% 剩下的溶液 溶液的含量應該是90% 所以呢現在就是我們100毫升的 那個雙氧水裡面會有90毫升是水 那麼現在有50毫升 所以呢我們算出來呢就應該是呢 45毫升 所以我們的溶液的量應該會有45毫升 所以看起來我們答案呢選的是豬 所以第35題問我們說 何者為溶液 並算出此被溶液中溶液的含量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豬 水為溶液 45毫升